一场残酷的灭门惨案发生后 两名少女同时失踪 很多年间几名连环杀手争相地承认 这就是自己的所为 但是直到20年后 人们才发现破案的关键线索原来就近在眼前 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叫我们了解这样一起 让人悲伤又愤怒的真实案件故事吧 1999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小城Welch 生活着两名同岁的正在上高中的女孩 Lorea Bible和Ashley Freeman 他们两个人都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 Ashley品学兼优,还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球手 Lorea美丽温柔,是学校拉拉队的成员 一个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一个在场下加油助威 这一对从幼儿园开始就结下了身后友谊的女孩 在平日里就好像亲姐妹一样的,形影不离 在这一年的12月30号,是Ashley的16岁生日 Lorea作为她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缺席的 于是在这天的傍晚,Lorea在征得了父母的同意之后 就开车前往了几公里外Ashley的家里 她不仅给Ashley带去了礼物 还计划在Ashley的家里住上一晚 临出门前,Lorea摸一摸自家圣诞树上装饰的小猩猩 转过头和父母说,等再过两天 元旦节过后,他们就可以像往年一样 一起来把圣诞树上的装饰拆下来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家 当时目送女儿走出大门的白宝夫妇 怎么样都想不到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女儿了 当天深夜,小镇里的一户居民就报了警 说看见Freyman家的方向传来了熊熊火光 当警察和消防人员赶到之后 就发现Freyman一家居住的简易可移动房屋 已经被烧得倒塌了下来 在扑灭了大火之后 现场只剩下了一地的废墟 房子是没有了 那么当天晚上,在房子里庆祝女儿Ashley生日的Freyman一家三口 还有赶来庆祝的女孩Loria在哪里呢 她们是在大火当中遇难了 还是逃了出来呢 在废墟附近,警方没有发现这四个人的身影 而在对火灾现场进行了一番搜索过后 警方只发现了一具焦黑的女性的遗体 根据她的年龄,还有手上佩戴的婚戒 警方可以认定她就是这家的女主人Kathy Freeman 难道说是因为发生大火时 她睡得太熟了,才没有能够逃生吗 但是在对遗体进行了初步的检视之后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摆在了人们的眼前 那就是Kathy的死因是后脑部位的一处现弹枪造成的创伤 也就是说在大火焚烧之前,她就被杀害了 很快的调查起火原因的消防员也认定 这场大火是因为有人在房子的多处 倾倒了类似于汽油这样的易燃液体 然后纵火造成的 死去的妻子,消失的丈夫还有两个女孩 再加上这家男主人Danny 本身就是一个脾气不太好,喜欢激动的人 根据这些情况 当地警方立刻就在脑海当中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这家的男主人Danny 在这天晚上因为情绪失控杀死了妻子 然后绑架了自己的女儿Ashley 还有女儿的好友Lauria 带着他们一起逃跑了 很快的警方就对外宣布他们认定 Danny是本案的第一嫌疑人 开始在全线范围内发布了对他的通缉 与此同时警方也觉得对于火灾现场的调查 以及搜索已经足够充分 于是他们就都离开了火场 并且撤下了警戒线 看见警方取消了限制之后 一直在周围围观等待的Freyman家的亲友 还有女儿失踪的Bible夫妇立刻就赶了过去 开始自行在火灾现场搜索了起来 因为他们对于警方如此匆忙 给出的结论是非常怀疑的 如果说是Danny Freeman杀害了妻子 又绑架了两个女孩逃跑了 但是他的车 还有女儿的好友Lauria的车 都还停在房子旁边的车道上呢 在这寒冷的冬夜 没有车 他们又能够跑多远呢 不得不说 在逻辑分析 还有现场搜查的能力上 当地的普通居民 比所谓的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 还要强的太多了 进入火灾现场仅仅五分钟过后 人们就在废墟的灰烬当中 又找到了一具男性的遗体 根据他鼻子部位的一块金属填充物 他们很快就认定 这就是之前曾经因为鼻梁骨折 而做过整容手术的Danny Freeman 这下当地警方的脸可算是彻底的丢光了 他们当成第一嫌疑人进行通缉的男子 居然一直就被他们走来走去的 踩在脚下的废墟当中啊 而Danny的死因呢 则是被现弹枪从下巴部位射入造成的创伤 所以说他无疑也是本案的受害者之一 很快的警方就再次返回了现场 这次他们找来了重型机械 彻底的对废墟进行了清理和挖掘 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除了死去的Freeman夫妇之外 两个失踪的女孩 Ashley和Loria并不在这里 而他们很显然的并没有从第一次过快的下结论 然后被火速打脸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之后的情况发布会上 警方发言人就说 不能够排除这是两个叛逆妻子的女孩 杀害了Freeman夫妇 然后结伴逃跑的可能性 而这种说法立刻就受到了Freeman家的亲友 还有Bible夫妇的激烈抨击 首先就是因为属于Freeman家 还有女孩Loria的两辆车都还停在现场 在这个只有600多人口 公共交通也不发达的小镇 不开车可谓是寸步难行 而且人们在废墟当中也发现了Ashley的钱包 里面还有她的证件 以及她为了在满16岁之后 购买一辆自己的车 而好不容易存下来的几百美元现金 所以要说是两个女孩在杀了Freeman夫妇后 又自己逃跑了 也实在是太牵强了 唯一能够说得通的解释 应该就只有在12月30日的夜里 有什么人闯入了Freeman家里 杀害了男女主人之后 绑架带走了Ashley和Loria这一种可能性了 在人们的质疑声当中 警方很快的就表示 他们已经放弃了之前对两个女孩的怀疑 转而开始对他们的下落进行搜寻 并且开始对Freeman夫妇的死亡 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但是很快细心的人就发现 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当地警方都没有正式的 把Ashley和Loria列为失踪人口 也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搜索 很明显的警方还是在按照 他们最原先的猜想往下走的 直到Loria的父母多次去警察局 表示了抗议之后 两个女孩才终于被列入了失踪人口的名单 而这个时候呢 已经来到了2000年的2月份了 一名叫做Steven Ray Thacker的男子 在田纳西州被捕了 他从1999年12月23号开始的几周时间内 在俄克拉和马州境内杀了三个人 虽然这个人的主要犯罪地点 距离我们所说的这起案子距离上百公里 但是警方还是花了大量的精力 试图证明他也是杀害了Freeman夫妇 并且绑架了两个女孩的凶手 而最终的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了 只有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 再一次的被白白浪费掉了 因为警方这一系列的不依靠证据 而全靠瞎猜而进行的失败操作 让威尔士城的居民对他们失望到了极点 甚至有人开始猜测 说不定犯下这起命案的就是当地的一名警官呢 而这种阴谋论一样的说法 瞬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Freeman家素来和警方就有积怨 男主人丹尼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 经常涉及到一些禁要买卖的非法行为当中 所以他是警方平日里重点注意的对象 而这家的大儿子Shane似乎也步上了父亲的道路 年纪轻轻的就开始进行一些小偷小摸这样的活动 终于在1998年底 也就是案发的一年前 Shane在偷窃了一辆小货车逃跑的时候 被警方拦截 然后死在了一名叫做David的警官的枪下 虽然David的警官事后说 他当时看见Shane拿出了枪正在瞄准自己 所以他只是进行了震荡的防卫 但是Freeman一家却坚持说 Shane虽然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而且根本就没有枪 所以那名警官无疑是在说谎 然后他们就把当地的警察局告上了法庭 案发时这起案子还并没有结束 而就在遇害的几天之前 丹尼还和自己的弟弟苏库说 可能是因为他状告了当地的警方 所以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 被街上的警察拦下来检查证件 并且进行骚扰 他很担心也许哪一天 自己也会像儿子一样 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呢 没想到就还真的是一语沉沉 几天后 Freeman家在给女儿庆祝生日的夜里 就发生了这种惨剧 在结合案发后 警方犯下的众多的低级错误 怎么能够让人们不产生怀疑 他们是为了包庇同事 而故意不愿意破案的呢 之后警方为了辟谣 让几名相关的警官们 都去做了测谎仪的检测 虽然这些警官们全部都通过了测试 证明了他们和Freeman夫妇被害 以及两个女孩失踪的案子无关 但是居民们和警方之间的不信任 还是就此持续了下去 之后当地的警方可能是觉得 他们不管干什么都是错的 于是干脆就选择了摆烂 人们基本上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失踪女孩Loria Bebel的父母 为了能够再一次见到女儿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开始主导了民间对这起案子的调查工作 他们开始借助当地的电台和电视台进行宣传 号召有能力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和他们一起搜索对破案有用的线索 之后很多的热心市民 甚至是一些私家侦探 都纷纷地从各地赶来 开始在火灾现场 以及周边展开了调查 毕竟警方之前在火灾现场 居然没有发现那么明显的一具受害者的遗体 那么鬼知道他们还漏掉了哪些线索呢 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人们的热情也开始降温 一年多后对这起案子的调查彻底的停滞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一个令人不安的传闻 开始在Wells小城散布了开来 那就是不少人都听说 在黑市里开始流传着这样一份录影带 里面记录的是关于两名被捆绑的少女 遭受非人折磨的内容 据传闻看过录影带的人都说 里面的两个女孩子很像是失踪的Ashley还有Loria 但是如果去认真的深究 究竟有没有这盘传说中的录影带 还有究竟是谁真的看到过里面的内容呢 就谁都说不清楚了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案发两年后的2001年 当地的治安官在选举当中 被不满的居民们投票赶下了台 新的治安官上任后警方才开始大规模的重启了对这起案子的调查 寻找两个女孩的新闻和专题节目 开始广泛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的电视节目还有报纸上 很快的当地的一家报纸就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特殊来信 写信的人名叫Tommy Sales 而他是一名连环杀手 Tommy Sales绰号铁路杀手 从1982年开始到1999年底间他在美国的铁路沿线做下了几十起单案 据估计起码有22人死在了他的手上 而他的一贯犯罪手法呢就是通过窗户钻进受害者的家里 杀人并且纵火 和这起案子里的犯罪手法非常的相似 Tommy在写给报社的信里也承认是他杀害了Freyman夫妇 并且绑架了两个女孩 不久之后他在把两个女孩也杀害之后 就投入了当地偏远山地废弃的矿井当中 他在信里描述的一些现场的细节 和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开的情况高度的相似 于是警方立刻就把Tommy从监狱里带了出来进行了审问 然后在他的指挥之下 警官们在深山的各处废弃矿井里钻进钻出 但是始终也没有找到两个失踪女孩的遗体 最终在把警官们折腾了一个够后 Tommy开心的承认自己其实完全是在说谎 他对这起案子的了解都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得来的 然后他又通过自己多年来犯罪得到的经验 想当然的编造了一些所谓的犯罪细节 就这样把警方骗得团团转了 而他之所以搞这么一出呢 完全就只是为了走出监狱来换换心情 并且改善一下伙食而已 这可把警方气得够呛了 但是面对已经被判了死刑的Tommy 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于是对这起案子的调查也再一次的停滞了下来 俗话说吃一欠长一智 但是当地的警方很显然的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在2005年 另一名叫做Jeremy Jones的连环杀手跳了出来 用类似的手段和警方承认自己就是本案的凶手 在折腾了警方一番之后 他也承认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得到和家人打电话的机会 还有改善一下监狱里的居住条件而已 在这期间最可怜的还是失踪女孩Loria Bible的父母亲了 一次次的有了找回女儿的希望 但是又一次次的破灭 他们还记得女儿最后一次出门前说 要等自己回家来一起拆圣诞树上的装饰 于是在那之后 老两口就把那棵圣诞树一直保留着原样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终树上的装饰都因为老坏而纷纷的掉落了 但是他们的女儿却始终没有能够回来 2010年在案发的10年之后 政府正式的宣布 在法律意义上来说 已经可以认定Loria和Ashley都已经死亡了 Loria的父母也开始接受 女儿肯定已经死去了的事实 他们此时唯一的希望 就是能够在死前找到女儿的遗骨 以后能够和他们安葬在一起 但是就算是这么卑微的希望 看起来也是那么的渺茫 直到时间来到了2017年 也就是两个女孩失踪接近20年的时候 当地新任的治安官上任 然后再次的启动了对这起案子的调查 而这一次当地的警方终于弄明白了 破案不能够靠猜靠等 而是要靠手上掌握的证据去推理 然后他们终于开始进行十几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开始对手上掌握的一些证据进行分析 而就在堆积在墙角吃灰的证据进行了大概的检查之后 警方就吃惊的发现 原来破案的关键线索一直就在他们鼻子底下的一个盒子当中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十几年前因为警方粗心又傲慢 办案效率极其的低下 于是Loria的父母就动员了很多民间人士加入了调查的行列 之后他们把在现场还有周边找到的一些他们觉得有价值的证据 汇总并且装进了一个盒子交给了警方 而在这些物品当中就有一张从废墟的灰烬当中找到的保险卡片 上面写的是一名叫做安娜的女性的名字 在联系到这名妇女之后 她说自己的保险卡平日里都是被同居男友Warren Welch戴在身上的 所以应该是这个Warren曾经去过Freyman的家里 才把卡片丢在了那里吧 但是当警方找到这个Warren之后 他只是一个件的装傻充愣说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自己从来没有去过Freyman的家里啊 靠着这样蹩脚的推托之词 他就把警方给打发走了 然后警方就把这张卡片和其他的那些证据放回了盒子当中 扔到了墙角 然后忘到了脑后 但是其实如果他们能够再稍微的深入调查一下这个Warren的话 就能够发现 他是当地一个类似于地头蛇的人物 为人非常的暴力和残忍 也经常的涉及到很多的犯罪活动当中去 在禁药买卖方面 也曾经和Freyman家的男主人Danny发生过矛盾 所以他绝对是有最大的嫌疑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明摆在面前的嫌疑人 警方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直到18年后的2017年 新一届的警官们在梳理旧线索的时候 才发现了当年他们遗漏掉了多么重要的线索呀 在重新找到了当年那个卡片的主人Anna女士之后 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其实当年警察找他问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测男友Warren就是杀了Freyman一家 并且绑架了两个女孩的凶手了 在问话的警官离开不久之后 男友Warren就因为把Anna打成重伤而被判刑入狱 在Warren坐牢期间Anna在他的物品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里面装满了拍利德的照片 照片里是两名被绳索捆绑的少女 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 正在遭受非人的折磨 Warren还有另外两名男子都出现在了这些照片里 很显然的他们正在对女孩施暴 而Anna也很快的就认了出来 照片里的两个女孩子就是贴满了大街小巷的 寻人启事上的女孩Ashley和Lauria 原来在1999年12月30日的晚上 因为在金钱上存有纠纷 于是Warren Welch带着另外两名叫做David Pennington 和Ronnie Busek的本地流氓闯进了Freyman家 在杀害了Freyman夫妇之后 他们就绑架了Ashley和Lauria 把两个女孩带到了他们的居所 百般折磨和凌辱了几天之后 最终又杀害了他们 然后又把他们的遗体扔进了野外遍布的矿坑当中 而这变态的三个人还把这些罪行都进行了拍照 甚至是录了影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还会时不时的就把这些影像资料拿出来 向周围的人炫耀一番 所以之前的那个传闻当中 记录了绑架女孩遭遇的黑式录影带 居然完全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忌惮于这个流氓团伙的威慑 以及对于警方拉胯表现的失望 看过录影带的人都不敢直接的对外伸张 只能够用我有一个朋友看到过 或者我听说有人看到过这样的录像 来隐晦的做出表示 希望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引起警方的重视 但是很显然 警方只把这些当成空穴来风的谣言 并没有在乎 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深究 而这名关键的证人安娜 在当年发现这些照片后 她在第一时间也曾经联系过警方 说自己有重要的证据要提交 但是接电话的警官表现出的态度却是非常的不耐烦 草草的就把安娜的电话给挂断了 这就让安娜感觉到 警方似乎是在有意的忽视线索来包庇罪犯 不愿意破案 她又想到了 之前问话的警官们也很轻易的就放弃了对Warren的审问 这让她相信警方是不可靠的 别自己把照片交出去之后 非但无法让Warren被绳制以法 反而还激怒了她来报复自己呢 于是安娜最终也没有把照片交出来 在Warren出狱之后 就用暴力手段从她这里抢走了那个装满了照片的公文包 然后她也就不知道这些照片最后的下落了 她只记得Warren这伙人还非常变态的 把寻找两个失踪女孩的海报贴满了自己的房间 每天来看着娶乐 所以这起案子之所以千言日久 将近20年无法侦破 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当年办案的警官们表现的太差 让人们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以至于有关键的线索都不敢透露给他们 才让这制造了恶心案件的三人流氓团伙 一直的逍遥法外 虽然在2017年新上任的治安官的带领下 警方终于发现了近在眼前的关键线索 并且锁定了这伙人 但是已经太迟了 因为早在2005年 本案的主犯Warren Welch就病死了 另一名主要的参与者David Pennington 也在2015年的时候病死了 当2018年 警方终于搞清楚了这一切 开始采取抓捕行动的时候 就只有最后的那名 叫做Ronnie Busick的犯罪嫌疑人 依然在世 但是这就给之后的调查和量刑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一般来说 像这种多人犯案的情况 最有效的调查方式 就是把几名嫌疑人隔离开 分别进行审问 在这种时候 嫌疑人们为了自保 往往会拼命的 互相揭露对方的罪行 最后的结果就是 所有参与案子的人 都有可能被研判 但是在这起案子当中 只有这名叫做Ronnie的嫌疑人 还活着 所以他毫无压力的 就把所有的重要责任 都推卸到了 已经死掉的两个同伙的头上 警方呢 对此也是毫无办法 最终在2020年 Ronnie仅仅因为 参与谋划一级谋杀的罪名 被判处了10年监禁 外加5年守行为的处罚 而且因为他一直坚持说 自己并没有参与 对两个女孩遗体的丢弃 都是另外两个同伙 一手包办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 Ashley和Loria的遗体 依然没有被找到 Loria的双亲 也依然终日沉浸在 无法再次和女孩团聚的 悲伤当中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一次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